在国际乒乓球舞台上 女拼的战绩一度成为人们瞩目的焦点 然而最近的情况似乎不容乐观 引发了外界对这一队伍的诸多议论和担忧 若这样的态势持续下去 教练马林所面临的压力和尴尬 或许将进一步加剧 首先回顾上次亚锦赛 女拼的全面失利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在单打项目中连进入八强的选手都难以寻觅 在双打和团体赛中更是全部丢惯 这绝对不是一个顶尖团队应有的表现 这样的大范围失利不仅让球迷们失望 更是对教练团队和队员们的严峻考验 其次 最近的法国蒙比利哀冠军赛中 女拼的形势也不容乐观 经过多轮较量 如今仅剩前天一在坚持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她能否打进决赛都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 这样的局面下 女拼的未来显得如此不确定 而这样的持续失利 对队员们的士气和信心 无疑是沉重的打击 在谈当前的人员状况 除了孙颖莎和王曼玉的稳定表现外 其他队员的可靠性实在令人担忧 王毅迪和陈信彤等队员的发挥 经常会出现波动和失误 让教练组和观众们 都不得不为之捏一把冷汗 即便偶尔有所发挥出色的时刻 但稳定性明显不足 这样的情况 让对手抓住了软肋 从而屡次获得机会 而与此同时 对比其他国家如日本 韩国等队的年轻球员发展势头迅猛 不禁让人想问 我们的16岁年轻选手在哪里 张本志和16岁已展露头角 金纳英18岁已成为了对手 不可忽视的存在 而我们的年轻队员 似乎还在省队中奋斗 这样的差距如何去弥补 当然困境并不意味着绝望 只要女拼队伍能够正视问题 积极调整 努力拼搏 相信她们一定能够走出低谷 重返巅峰 期待她们在未来的比赛中 展现出更加出色的表现 为国争光